我沒辦法按照你的計劃去逛我的人生 雖然說我拒絕了Alex 但這種事情我不會做 現在是與你無關了不惜惜 學長 你回來了 怎麼樣 敏蘭之情如何 還不錯吧 這個是給你的 還有我的禮物 青團 尼蘿 你做的 我媽媽做的 她說感謝你幫她換了烘乾雞 舉手吃了二義 不過我也很久沒有吃過青團了 替我謝謝你媽媽 要謝的話呢 你自己去謝吧 我可不是你倆的傳話筒 不過你這次算是有口福了 我媽做的青團特別好吃 你這是在嫉妒嗎 難道沒有做你的飯呢 我確實是很久沒有吃 這是我媽做的青團了 不過我要是想吃應該會給我做的吧 你要是不建議我也可以幫你分擔一點 我可捨不得 好了 我還沒有吃午飯 你看 要不要一起啊 顧熙熙 思辰 你怎麼來了 你怎麼在這兒 我 我之前幫顧阿姨一點忙 然後 熙熙替阿姨送點東西給我 嗯 回家 熙熙 走啦 再見 你呀 青團是什麼 青團是我媽媽親手做的 給莫學長當作謝禮 你還真厲害啊 莫子興現在還真厲害啊 你會做青團嗎 我呀 我要吃 你可以買呀 我要吃你做的 吃吧 小少爺 沒吃過 吃吧 怎麼樣 難吃死 怎麼會呢 如果我剛才不過去 你會答應和他一起吃飯嗎 莫學長 會吧 畢竟我還挺喜歡吃我媽媽做的青團 幹嘛 最後不吃了 我本來就不愛吃這個東西 不吃 為什麼你讓我給你做呢 有人吃了我丈母娘做的東西 我當然要我吃你做的啦 你 幼稚 來 學長 學長 看來以後 得叫你顧老闆 多虧你幫我找到這家店鋪 價格非常合適 位置也很好 而且裡面還有一些基本的裝修 幫我省得不少麻煩 你不用跟我客氣 順手介紹而已 還是要多謝學長 這是你的店 但是我也有投資 雖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還是得多虧你們公司的扶持計劃 我的店才能順利的開起來 所以 我可以讓一點股份 不用 可是你要答應我 一定要把這家店經營好 放心吧 我一定會把它經營好 莫總 不好意思 我們該走了 一會兒有電話會應 我要先走了 記得 如果以後有問題 一定要找我幫忙 學長 拜拜 拜拜 好 上次讓你做的品牌調研 怎麼樣了 這個呢 就是時尚圈發布的新品牌的調研 我們一共調研了二十個品牌 最後挑出來五個 其中呢 有兩個是國際的 還有三個是國內的 你可以看一下 C.C.C. 對 這個品牌呢 一開始只是網店 最近開了實體店 還是和文藝業集團合作的 剛剛官宣了 而且 還有個小道消息 顧希希是 Alex清典的主理人 Alex清典的主理人 對 我閨蜜是Alex的助理 她說這個消息 千真萬確 Alex怎麼會選擇她啊 如果顧希希 真的成為了 Injoy的主理人的話 那One More的命運 就真的是跟她希希相關了 你說 這個女人真的是好力呀 她居然用這種手段 緊緊地就斷住了你自成 喂 花花 你還在社交網站工作嗎 我這條消息 絕對可靠 快看一下微博 不是 Alyx清典顧希希的事情 除了你我之外 還有誰知道 這屬於商業精密 在沒有確定之前 不會有第三個人知道 至於Alyx那邊 那店只有她跟她助理 難道是她 這件事到底是怎麼回事 什麼事情 你自己做的 你不知道 我做什麼了 我還冒病 各位 你招一遭信任危機 顧希希被原創品牌拒絕Alyx 好了 不要再擰您了 我說過 我可以解決這件事情 你只要給我點時間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為了自己順利開店 不惜放出這樣的消息 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 我不像你那麼卑鄙 我卑鄙 對 你確實可以用任何手段 強迫我答應你想要的事情 愛你所賜 我已經換了新的電池 你說什麼 新的電池 你不知道嗎 因為你不希望我開店 所以你就用卑劣的手段 去搶占我的店鋪 這些我都已經知道 房東已經告訴我 不過現在這件事情不重要 我已經知道了 Alyx的事情與我無關 不是我做的 我也不願意相信是你做的 但是除了你我想不到別人 而且你是唯一的事件受益者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 才華橫溢 又獨立又有個性的設計師 顧希希 拒絕了Alyx 創立了自己的品牌 很抱歉 我沒辦法按照你的計劃 去逛我的人生 雖然說我拒絕了Alyx 但這種事情我不會做 現在事與你無關了 顧希希 你自由了